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不容易啊 修行在拉尼修 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修 重点是必须知道 修行是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反思只要求自己 不要求别人 只求自己跟别人合行 不求别人跟我合行 这样你在团体当中 就会过得很快乐 很自在 古人常说 做事难 做人更难 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容易啊 大学问啊 怎么样才能处得好呢 要懂得情绪 要懂得离让 要懂得忍辱 如果你把这三条做到了 情绪 离让 忍辱 你就能够跟一切人 和目相处 和为贵 家和万事心 别人不喜欢我们呢 讨厌我们呢 我们回避 让他深欢喜 他喜欢我们 我们一起接近 在一块共同学习 不喜欢我们 躲得远远的 一生记住 如一切众生 皆善愿 皆善愿就是 无论哪个团体 都欢喜你啊 都愿意接纳 都怀疑 广皆善愿 世间人讲的是 广皆善愿 真正要做出 细生风险 念念懂得情绪 懂得离让 懂得尊重别人 这几年 我教人四个字 我们大家都认真学习 针对我们 现前的毛病来说的 沉静 千胡 这四个字 要真诚 恭敬 谦虚 虹 一定要从本身做起 我们才对得起 福福 才对得起 祖师大德 无论对什么样的人 都要谦虚 都要恭敬 绝对不可以有 傲慢的行为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哪一尊佛 哪一尊菩萨 甚至于 哪一个阿罗汉 虚头昂 我们跟人家比 都比不上 有什么值得叫 常常向佛菩萨看 我们傲慢的心就没有 自自然然 养成谦卑 谦卑 是属于信德 佛教我们 孔老父子 也是这样教我们 一部礼记 他讲的是什么呢 无过于 自卑而尊人 这是一部礼记 精神之所在啊 叫我们自己 厨师待人 借物要悲下了 那尊敬别人啊 孔老父子说到 我们在论语里看 父子借鉴任何一个人 都谦卑 对一切人 恭敬自己 为人处事 学谦卑 学礼让 不再跟人争 东国古神仙仙叫人 忍让 谦让 礼让 让到底啊 一层一层往上提升啊 这与 心心相拥 这是自信里的的本善 本善 别忘掉 本善 要叫它增长 国人 要忍让 团体 要忍让 我们要想 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 安定世界 货品 忍让 才能得到 这个里头是 大学问 真是智慧 心量 一定要偷开啊 一定要学 忍让 学 保荣 这是信的 忍让 保荣 带给你自己 幸福 美满 带给你的一生 快乐 佛法里面讲 发戏 崇畔 长生 欢喜 心 孤身一现现 你看他们 沉大公 离 大业 没有一个 不是 大行量 行量 小的人 做不出来啊 所以我们 第一桩事情 要脱开 行量 要包容 所有的 众生 佛 包容 是法界 他建立 极乐世界 要包容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 诸佛 插图里面的 六道 众生 你看 行量这么大 所以 感到的 过途 开口 广大 无量 无边 那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